日本科技公司Sony原本計劃在7月7日晚舉行新品發佈會 但因為日期敏感被內地網友抵制 Sony後來決定推遲發佈會 將會衝報 日本科技巨頭Sony星期三晚在微博宣布 將會在7月7日晚10點舉行新產品發佈會 但隨即惹來內地網民抵制 批評是挑釁中國 原來是因為選錯日子 1937年7月7日 侵華日軍有預謀地在盧溝橋發動軍事衝突 成為半年抗日戰爭的序幕 視稱七七事變 Sony星期四上週立即道歉 說由於工作安排不周 在日期的選擇上造成了誤解和困擾 決定取消相關活動 但內地網民並未收貨 因為Sony在Twitter上並未宣布取消發佈會 大量內地網民在鐵文下留言批評 表示發佈會應該改期到8月6日早上8點16分 也即是廣島被投放原子彈的時間 Sony暫時沒有回應 內地網民抵制事件時有發生 早前的新疆棉花風波 另一眾外國品牌被抵制 要求他們滾出中國 但官方並未有任何行動 而在上個月歌手莫文慧 在宣傳演唱會照片中 穿著曾被指辱華的意大利品牌D&G的衣服 引起內地網民不滿 莫文慧立即道歉 說自己並不知情並刪除了相關照片 有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導 請問我們上影片 早安 做結束 請對 請坐